嗨 朋友们好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自从我发布了一篇视频 您想在佛罗里达买房养老吗 播出两个月以来 引起了朋友们的热议 与此同时啊 我和阿拉斯加的朋友隔空讨论 是否能找到一种房型 既能养老又能赚钱呢 我们找来找去 讨论来讨论去 真发现一种房型 能让我们的这个目标尽快的实现 那就是condo 说来也巧啊 刚收到一位网友的提问 他说能不能介绍一下佛罗里达的condo呢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聊聊condo 能否实现养老赚钱两目物呢 还有一个大礼包 佛罗里达的一项特殊福利 让我们养老赚钱在井上添花呀 就是一举三得 一直以来啊 和朋友始终探讨的一个主题就是 在佛罗里达买房自住 同时投资出租的可行性 其实啊 大多数华人如果租住房子的话呢 基本都是短期行为或者是过渡期 因为我们华人呢 最喜欢投资房地产 毕竟啊 在海外辛苦打拼 有房子有地 才能把心放在咱肚子里呀 来 我们回到正题啊 我们就锁定既能轻松居住又能赚钱养老的房子呢 就是condo公寓 为什么呢 它的优势在哪儿 我们总结出四大优势 第一点 面积非常适中 既适合养老自住又适合出租啊 condo的面积大多在七八百到一千出头平方英尺 我们觉得呢 两卧两卫是最实用的 比如说咱们老两口或者是小三口之家 特别适合这母女俩啊 还有同学合作啊 因为这两卧两卫啊都是独立分开的 互不干扰 客厅和厨房呢又足够大 第二点优势呢 condo不像single house那种 房前院后那么大的工作量啊 佛瑞达充足的阳光和雨水 让你的草坪啊 杂草啊 就是飞速的生长 你得非常频繁的去干这些劳动 再加上佛瑞达这蚊虫蚂蚁啊 也是生长的非常旺盛 你平凡的喷洒药啊 也是一项繁重的劳动啊 回想起我2019年8月份搬到现在这个single house 我的筋路历程啊 刚入住啊 特别兴奋 哎呦 我叫它sunny house 阳光房啊 我们俩就借着这个兴奋头啊 把这个前院子的花谱整个翻新改造 我们这活一干吧 就收不住 经常累的个眼帽金花啊 就跟那个大熊猫一样 到了第二年呢 房前院后的草坪呀 杂草呀 蔬菜瓜果呀 越做越没劲头了 种的菜大多都死光光了 转眼到了2021年 我就说呀 我这single house 我住的够够的了 就连我们家这个草坪都请人打理了 我老头啊 每出一次草 这老妖啊 就哼哼哈哈的就不行了 上了年纪啊 就体现出来condo的优势了 condo它所有这些活的物业全包了 像草坪啊 杀虫喷药啊 总之呢 这种房子咱们自住轻松 出租呢 也简单 第三个优势呢 无牵绊 咱要是出门旅游啊 回国探亲呢 把门一锁 咱就走人 不像single house 你还得请人来打理啊 以上这三大优势啊 就提高了房子的性价比 从而就使得condo出租率啊 是居高不下 这就是它的第四大优势 朋友们 听到这儿 您是不是也动心了呀 其实啊 这类的condo也是我和我先生计划退休以后啊 如果打算考虑换房的话 作为我们的养老房 哎 搞不好还可以自住一套 然后再投资一套出租呢 一想到此 我就激动不已啊 朋友们 你们如果也有这样想法的话 加入阳光解析的行列 我们携手共进 说完了condo的四大优势 咱现在说说 投资condo的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项 condo呢 有两类 一类呢 允许出租 一类呢 不允许 这个重要的权利取决于谁呢 HOA 物业管理 这其中的细则是非常的详细 比如说 物馆会根据社区的情况 设定一个出租比例 通常呢 是社区越高档 它这个比例将会设定的越低 这样呢 既可以保障社区的良好环境和安全 又可以维护业主本身的利益 使得业主的房产一直保持在良好的维护状态 提高升值空间 所以你在购房钱的这方面的政策 一定要深入了解透彻 这信息啊 可太重要了 尤其你想买房出租的话 有关这个细则呀 还是我去看了 几套康豆房才了解到的 所以我们在做这方面投资计划的时候啊 就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做一个合理的安排 哦 对了 你要找一个既专业又敬业 尤其是要有耐心的经纪人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朋友们怎么样 今天跟大家聊的还有点干货吧 哎 且慢 您还记得开场我承诺给大家的大礼包吗 就是为既养老又赚钱 井上天花的一举三德的优惠政策 挺吸引人的哈 咚咚咚咚揭晓谜底 就是我们福瑞里达呀 是全美仅仅只有七个州 不用交纳收入税的阳光之州啊 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笔费用 它能大大的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呢 顺便问一下 朋友们知道哪一个州是收入税最高的吗 对了 加州 以本人之见呀 加州适合创业 我们福瑞里达适合休闲生活 那您要是把在加州赚的钱 拿到我们福瑞里达来投资房产 那你这岂不是养老赚钱两不误了吗 快来吧 哈哈哈哈 朋友们 如果您对我今天提供的信息感到还有帮助的话 就请您订个月 点个赞 转个发 好 我们下期再见